阔别四年,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吃饭,真是恍如隔世啊,姐姐死而复生,所说恍如隔世,当真不假,只是时过境迁,故人的心,怕是早就变了,你倒是一点没变,想当年,你用玉佩害我被变小北屋,现在又要故技重施,再陷害我一次,三姐如果问心无愧, 为什么要扮成我姐姐,骗取荣华富贵,碧莹,你说的都是真的吗,锦绣,当年碧莹被贬到小北屋,真的是受你所害吗,姐姐何必急眼里色,姐姐心里在乎过我吗,当年为了替你复仇,我不惜自伤原非白,被打入暗冷观,受尽苦楚,我当时觉得天底下我没有亲人,若非怀孕, 我早就随姐姐去了,锦绣,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,当时原家对我的骨砂力还没有撤销,我实在不想连累你,姐姐只是怕,被我知道你和原非白在一起了吧, 你可知,在我心里,你比我命都重要,今天看到你和原非白一起出现的那一刻,我才知道,姐姐心里,我一点都不重要, 没想到你们姐妹二人,居然会为了同一个男人烦恶,三姐不必得意,不是你的,终究不是你的,你的报应,还会更多, 华锦绣,锦绣,大妃娘娘,陛下现在将木尹王子还给您了,奴婢已经将他安置在偏殿了,你先下去,我一会儿就去看他,是, 碧莹,我现在看你过得如此幸福,我真的很高兴,只是,你不要误会了我,这次来,我只是为了找肉踪笼的, 黄木尹,你不必惺惺作态,从你来的那一刻,我的幸福就结束了, 木尹,我知道刘光散不是你下的,我也不该顶替你的身份,可如今的你什么都有了,我却只剩下飞蛀与木影了,求求你,不要抢走我最后的希望,好不好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